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各位谈的是一个贪污舞弊的问题 在我们台湾岛上呢 很多的贪污舞弊为什么没有办法这个查出真相 因为贪污呢 分成好几个类型 第一个呢 是一个人贪污 一个人的贪污呢 还有婚 婚成什么 婚成是分赞 就是你吃你的 我吃我的 然后呢 彼此有默契 彼此不揭穿 你A钱的方式 或者是你A钱的方法 那另外一种呢 是独吃 不跟人家沟通 自己拿自己吃 这样的贪污 那另外一种呢 是合作型的贪污 就是一群人 A钱一起A 然后贪污 婚赃 一起合作 我们想想看 就拿这一次国建国造的 这个庆户案来讲好了 庆户案 就我个人推测 很明显 蓝绿通吃 就是蓝绿呢 都有关到 像庆户160亿的那个银行年代案 那个四世代马银酒时期 马银酒当总统的时期 那你说这马银酒有贪污吗 我跟各位讲 马银酒不会贪污 但是马银酒下面的人 我不保证 因为国民党里面 就有这样的人 可是光光只有国民党A到钱吗 我跟各位讲 绝对不是 民进党绿营的人 也一定有人参与其中 大家一起分 所以后来当蔡英文当总统的时候 为什么24亿的工程款 造建款要拨出去 而不经过预算程序 因为呢 这些人很怕庆户倒了以后 就是呢 这个事情呢 就爆发出来了 所以就被庆户公司给绑架 给威胁 那么庆户公司呢 拿这个当要挟 就逼着蔡英文政府呢 把24亿的工程款 赶快拨给他 那这个预算呢 很明显就是挪用 你以为海军总司令一个人 可以干得了这种事吗 陆军跟空军都会配合吗 不可能的事嘛 因为预算不一样啊 那难道是空军总司令 陆军总司令跟国防部 好 国防部说不关他的事 那陆军总司令跟国防部呢 跟空军总司令 也都一起A钱吗 当然也不是 那难道是蔡英文有A钱吗 平良心讲 我认为蔡英文也没有 可是这里面牵涉到蓝绿太多重量级的人物 这个我推测了 所以呢 蔡英文不得不妥协 应用总统府的影响力要求预算 透过国防部要求预算挪用 这很明显 这是最符合逻辑人的一套的推演 那好了 结果压不住了 蓝的批评绿的 绿的批评蓝的 反正用蓝绿对抗 老百姓呢 听得有啥啥 搞不清楚状况 然后各自的基本教育派呢 都严厉的批评对方贪污 事实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蓝绿合作 共同婚章的贪污事件 因为蓝绿一起合作 所以蓝绿的群众呢 各互其主 造成了这个真相 永远就没有办法发觉出来 就好像过去的拉法夜间一样 拉法夜间也是一样啊 陈队炳都敢讲 动摇国本也要办到底 可是为什么拉法夜间到现在 已经二十几年了 真相是什么 查不出来 一个上校的海军军官 被人家丢到海里面 杀害丢到海里面 就是查不出来 谁有那么大的本事 绝对不会是平常老百姓嘛 我们再想想看 像林义士中刚那个贪污案 林义士为什么会被他抓出来 因为他一个人独吃嘛 他如果是很多人 跟婚章很多人合作 林义士的这个案子会曝光吗 不会啊 林义士只拿到中刚三分之一的 那个会杀 那另外三分之二谁分走了 为什么到现在 没有人去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林义士自己一个人要独吃 戏后 就好像林义士的无奈人 台唐案 他也是一样啊 一个人喜欢独吃 所以呢 一样酷光了 他呢 就被抓去关了 那我们再看看陈水扁好了 陈水扁的家人啊 A钱啊 贪污啦 吃干妈进 他连一口汤都不给他下面的人吃 所以 陈水扁的贪污案 也是因为一个人 一家子的人 独吃 所以引发不满 所以很多的资料呢 就被提供出来 提供给媒体 曝光了 陈水扁就贪污了 确凿 可是 支持陈水扁的很多人 还在帮陈水扁 抹 应该什么 漂白 有用吗 没有 我们再看看 最高明的就叫做谁 就是李登辉 李登辉 李登辉 你敢讲你没有A钱 你没有贪污吗 可是李登辉呢 懂得雨露金沾 所有拿到钱的人 都怕 事情曝光 所以呢 就想尽办法 帮李登辉遮掩 甚至遮掩不下的时候 刘太英一个人站出来 全部扛了 这就是李登辉高明的地方 大家想想看 像这样的政府官员 或者是一些政治人物 他在贪污舞弊 吃的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 我们要怎么对抗呢 他们经常应用统独的议题 利用燃利对抗的议题 来帮自己解脱 所以打到他身上 他就说这叫政治迫害 可是呢 他们在私下合作 利益婚章的时候呢 他是不分蓝绿的 那我们老百姓 应该怎么阻止他们滥用 我们纳税人的钱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针对他们预算着手 着手 这是砍他的预算 但是这一些婚章的 政治人物跟官员 他怎么会让你砍预算呢 如果有人 敢敢在义士殿堂里面 砍他们的预算 他们就会联手来修理他 霸凌他 或者呢 威胁家利诱 可惜的是 台湾现在的政坛 在议会里面 在国会里面 有这一种敢砍 这一些不义 不义 不义的预算 的 议员 或者立法委员 太少了 好 时间到了 我们明天继续谈一些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